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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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春节了这一点 我刚看了一下时间 张战上一次做客日韩的时间是2020年的应该是90月份吧 因为节目11月份播出的 马上也两年时间了 当时我们那标题还定的特伤感 说最后一次聊伊朗 送别哈佛大博士 当时为什么要说送别这个事呢 因为他当时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的祖国 Homeland 去到英国的牛津 担任一个教职 我们也都非常体大开心 也都祝福了他 然后就把他给送走了 送走了 然后那之后两年时间 对于听众来讲 可能这个人就好像 耀无音信了 但是我跟活动 跟张战 我们平时联系还是挺多的 也大概就是他的一些动向 最近他又踏上了人生的一段新征程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所以正好也借这个机会 也借着我们六周年 靠派个计划 把张战叫回来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所以要不然先简单介绍一下 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我现在在世界漫游 华丽的冒险 长长的路的尽头 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 陈老师 陈启臣老师的歌词 哎呦 真的 前几天 看着张战的朋友圈里 发了一个雅典的神庙 应该是那么一张照片 张战说 雅典娜我来救你了 类似于这种 女神的圣斗士 然后我就 这都跑这儿去了 后来一沟通才得知 首先咱们英国 那教职好像已经 就不干了 是吧 好像也不干了 铁饭碗丢了 我把老板给吵了 哎呦 对 让人滚蛋 开始骂人了 太厉害了 没想到这个博士素质也不是 牛津学者的素质也不是很高 对 要不然咱们先倒回头说 先说说在这个英国 在这个牛津的时候 都干点什么事 其实说心里话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边 说是当老师还是怎么着 都具体做什么事 学者 对 学者 都干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说我在牛津做教职 其实这是抬举我了 我们这个教职的意思是 永久性的工作 permanent job 就是你可以在这干一辈子 我在英国干的不是教职 是一个临时工 是有年限的工作 给我开的是三年的合同 其实是做一个项目的研究员 叫博士后研究员 这博士后并不是读学位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 博士后是我又去读书去了 博士后不是学位 博士后就是博士毕业之后 你还没找到永久的教职 没有找到一个七身之所 在不同地方飘一阵 过渡一段 这就叫博士后 是一个工作 是一个没有终身教职 没有这个路径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是做博士后 我们圈里有个说法 叫千老 就千年老博士后 就是做一个项目 再做一个项目 就是找不到教职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 都非常差 也没有什么教职 大家都在做博士后 就没有什么教职 是一个傻概念 是说都满了 然后这些老的教师也不退休 导致大家没地儿去找教职吗 对 是这么回事 就是僧多周少 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你每年都招那么多学生 就跟那些学生说 你要不做学问 你就全毁了 你就是一大傻逼 然后你就必须得做教职 就很多学校都这么跟学生说 真这么说 但是他是用一种 比较婉转的语言说 想必是会婉转一点 你就是一个B格SB 那你到所谓的博士后 什么研究站 你是干什么活 你做什么研究 被人研究 其实这两句话说的都对 真的吗 我去的是牛津大学东方学系 但东方学系 这东方俩字 是一个非常帝国主义 色彩很浓厚的词 我们叫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这Oriental就是东方的东方人 就只要是什么 那个博士普鲁斯海峡以西 什么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印度人 伊朗人 西伯利亚人 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都叫东方人 反正东方人的意思就是 这帮人都是巴巴巴 至于他们怎么巴巴巴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区别 反正都是一帮猴子 什么黑猴子 白猴子 黄猴子 反正都是猴子 巴巴巴巴巴巴 这么粗眼 对对对 这就是东方的意思 就是东方的意思 但其实如果你来到这边 什么印度人 中国人 韩国人 马来西亚人 印度尼西亚人 都不一样 我们都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历史 那怎么能够归类成巴巴巴巴呢 不是 归类为东方学 这本身就是有点傲慢 和粗暴的一个行为 什么叫东方 就是从西方的角度 才叫东方 它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 这么一个说法是 从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 这么一个说法 其实大家都在反思这个事 然后还有一个人叫塞易德 是一个巴巴巴斯坦的学者 在美国工作 就是吃饭砸锅 他在美国工作 就是写了一本书 叫东方主义 就批判这个东方学 就说这个东方学不好啊 什么 比如说你看那巴尔扎克 有小裁缝林 那男的去上山下乡 背了个什么东西 背了个巴尔扎克小说 背了个小地形 只有西方的东西 才是文明的 才能拯救人 都这一套呗 所以这种东西 就在西方大行其道 它这名字就不太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 在东方学系的东方人嘛 就好像一个大猩猩 去了大猩猩研究所一样 真是被人研究了就是 对啊 国体研究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改名嘛 就是剑桥已经改了 剑桥那也叫东方学系 就改叫什么 中东和亚洲研究 但是其实这名字都有问题 但无所谓了 然后他们其实就想跟那个 剑桥学也改叫中东和亚洲研究 但他不好意思说 他还要投票 说咱弄一投票啊 你们想叫啥名 大家都提啊 然后投票弄好几年 我去的时候就说要弄 好几年又投票好几轮 又开会 一大堆最后志愿 终于改了 就改了还是那名字 就还是那个 要我说 他们其实真正想叫的 就叫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系 Non-Orientalist Oriental Studies 所以这就是他们想说的话 什么个意思呢 什么叫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系 就是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 研究东方这些东西的人嘛 就是他们有反思的那意思 他就说的改名也是一种反思嘛 就要去帝国主义化 把那些糟粕全都去掉 这是第一方面 总之我只是去这个东方学系工作 但实际上我又不是真的 去东方学系工作 因为我是在一个项目里面工作 这欧洲的学术工作方式 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都是单打独斗 都是你干你的活就完了 欧洲是跟那种大的 那个欧洲基金会 不是基金会 叫什么 反正就那种欧盟的学术 什么什么基金申请钱 然后你说你弄一个项目 然后你要有一个计划书 然后他批你钱 你按照那个计划书 你招几个人 然后大家一块做这个项目 其实这种项目制 自然科学方面做这个比较合适 物理啊化学啊什么的 但是 那么官僚主义就是把这个 所有科目全都按照这个方式处理 我们那个老板 他以前是联合国的 后来他当时的乡好 在一次爆炸当中 伊拉克的那个爆炸当中牺牲了 就是有恐怖主义 袭击那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心灰意朗就改行了 但是他以前在联合国干过很多 他就很会跟官僚主义打交道 很会写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申请到了 欧盟的一个大项目 还申请到了一个 英国的人文学科的这个基金的项目 所以他拿了两笔钱 好几百万英镑 他就拿这个钱 就落户到牛津的东方学系 就把这个钱给这东方学系说 我就带这个项目来你这安家 我在这组织这个项目 你给我提供条件 所以我是受到这个项目的招聘 招进去了 那你到这项目不错啊 这项目不是有好多钱吗 什么好几百万 这项目确实不错 而且这项目要做的事也非常不错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Invisible East 叫不可见的东方 但那个East就比那个Oriental的那个东方 这两个词不一样的 两个词都是东方的意思 像东方时空用的那个就是Oriental 我小时候看东方时空 Oriental Horizon 一个词我也不认识 Oriental啥意思 Horizon我也不认识 不是Eastern Times 不是 Horizon是地平线 它是Oriental Horizon 东方的地平线 那你这项目具体研究什么的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前几年 就是阿范不是战乱吗 战乱的过程中 就有很多人去逃难 就是会去逃到那种非常荒满 以前没人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会不经意间就发现 古代人藏的那些东西 所以最近21世纪以来吧 阿范出了好多好多 各个时代的古代的手稿 包括公元前30世纪40世纪的 然后公元后40世纪到80世纪的 然后还有公元10世纪 11世纪12世纪的 反正就出了一大堆 然后这公元后10到12世纪的 这批手稿是用波斯语 阿拉伯字母波斯语写的 是当地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记录啊什么的 然后这些东西就先弄到了伦敦 然后被那个以色列的国家图书馆给买了 买了之后就收藏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这那伊朗人是不能跟以色列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伊朗人不能碰这些东西 然后我老板他就听说了这堆东西 他就想研究这堆东西 就以这堆东西为基础 这东西其实已经上网了 就大家可以随意研究 他就以这堆东西为基础 就说我要招募一个团队 来研究阿富汗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东方的一部分 他的文书 他的历史 因为作为伊斯兰世界 他的那个政治核心 一直在叙利亚早一点 后来迁到了巴格达 但是他的文书大量的 就是上几十万上百万建的 上百万有没有 我不知道反正几十万 反正满坑蒙古特别多 都是从埃及来的 人们对那个伊斯兰时代的了解 中世纪八九十以后 大部分都是从埃及 绝大部分都是以阿拉伯语 从这两个角度来研究的 所以他就是说 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伊斯兰世界不只有埃及 不只有巴格达 他东边也有 阿富汗也有 后来甚至到了印度 所以他就想 让当地的语言 波斯语 以及东方 也加入到这个 伊斯兰研究的 大家庭里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 而且他为了要做一个大一点的项目 他把这个视野扩大 不仅针对于十到十一世纪的波斯语的手稿 而且还把阿富汗之前出的一些 甚至中亚其他地方出的一些 非阿拉伯字母的 反正也是那块地儿 也是那个时间 但是当地的那个语言 什么大夏语 苏特语 就是也加入进来 也成为这个研究的对象 而且他这个项目 说是想把这些东西都上网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发表 但是没有在网上使用不方便 说把这东西图片翻译 然后转写 乘送到网上去 然后大家全世界研究者 都可以自由地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主要是做鱼田鱼 是那个新疆和田那块 这项目就是说 你也来做我们那个大夏苏特什么的 我就变成那项目里面负责 大夏和苏特的 所以就是跟我说 是要把这些阿富汗 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文书 弄上网 研究他们弄上网 但实际上老板不干活 老板也不懂 他不懂行 他是联合国的 他是开会迷 专业是开会 老板不干活很正常 他不需要干活 他让你们干不就完了吗 他是不懂 他不光不干活 还瞎指挥 他是微操 你懂吗 就是指挥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他下面这些兵 一开始一共有 有我和另外一个美国人 那美国人是普林斯顿 新毕业的博士 水平特别高 特好 然后那美国人 他们家网上署 七代都是教授 我家 书香门第 对 可能在网上署也是教授 但我就不知道 所以是一个很显赫的学术家族 他就懂得非常多 非常好 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伊朗人 反正他是做伊斯兰法律的 也挺好的 但他做的我不太懂 反正就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男的 受他领导 但是我们这几个人都还行 都不错 但是这个老板不懂行 还瞎指挥 让我们就非常的痛苦 就是形成了一种 一加一一加一一加一 小于一的效果 不是他怎么个瞎指挥法 因为学术这东西不就是说 你们每个人负责 比如说一篇文书 我想象的 然后你把这翻译了 你把这翻译了 这多简单的事 对啊 就是很简单的事 你就是让我们去做就完了 他不得弄一格式 所以所有人都得按他那格式做 但是他从来没有过 真正就是研究手稿的经验 所以他那些格式 其实都是浪费时间 没有任何用的 但是我们就得听他呢 听喝了嘛 拿钱就只能听喝 所以就不开心 其实他人是很好的 他人是很好的 很委屈 我听你说这不开心什么的 有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啊 就是啊 对骂一类的这种 我情商这么高 我能跟他冲突吗 我都窜着那美国哥们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一开始 你知道吗 因为工作时间 稍微久一点之后 就才发现他 哎呀 怎么那么多会啊 就我试探着 跟这美国哥们稍微聊了 我因为不知道他什么 嗯 什么态度 因为那老板就有点PUA我 就老让我觉得 好像我工作不懂得 我干的活少 是我 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那美国哥们就 主动来找我诉苦 哗啦哗啦就倒一大堆苦 嗯 说我从11岁开始 就没有人在这样跟我说话 哦 反正说的就要是夸张 反正他更忍不了 他比我还忍不了 啊 行 后来又来伊朗人嘛 我们还不知道 这伊朗人跟谁一头的 还得说 哎 先别跟他说 先我们先看看 周围是他人是 后来发现伊朗人 跟我们那老板 他工作时间更多 他更受不了 所以我们就 喇一半开小会 嗯 四个人的组合五个群 就那种感觉 天哪 没想到这搞学术 里边还这么多 这个人情世故的事情 哎呦 特别无聊 特别没心 然后说到这个 拿钱听喝这事 我要具体说说 我拿钱的事 哎呦 来说说 拿多少钱 那个给我的账面 工资是三万多英镑 三万竹头吧 三万一 三万零几 我具体记不过 反正是三万以上 一年 怎么算啊 三万以上一年啊 我记不得那个合同里 反正是三万一千多 还是三万零一点 就是大概这个程度 二十几万人民币吧 反正感觉好像 也能凑我活下去的程度 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少 但是呢 我到了牛津一看 每月到手 不到两千英镑 一千九百多镑 嗯 扣吹还是 哭了一巴掌 扣一大堆 还把我什么退休金给扣了 说帮你存着 帮你存着 退休的时候可以用 退休的时候给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 退休金 对啊 对啊 如果是你被牛津退休的时候 给你呢还行 在英国退休都给 啊 反正就相当于社保嘛 大家都教了 嗯 然后我在英国租房 我租了一个 一居室 特小啊 就一个厅 一个卧室 一个极小的餐厅 跟那个厅还连着 然后还有一个特小的那个厕所 浴室 还有储物间 就都特特别小 跟美国的 没法比 嗯 租这个公寓是租在了这个学院里面 牛津的学院里面 因为牛津都是由一个一个学院组成的 就相当于住学校的房子 嗯 因为我想到了牛津呢 就应该跟他们的人多些接触 多多加入他们的社区 跟这儿的人融为一体 就是更多的参与 更多的融入 更多的体验 我是这么想的嘛 然后这个房子还有点服务 就是每星期间还给你 给你个干净床单什么的 嗯 但是这房子一周的租金是450磅 四周是1800磅 嗯 这一个月比四周还拐弯呢 所以是1800磅往上 我挣的呢 是不到2000磅 1900多磅 所以给我剩100磅 沉默了 我们俩都沉默了 100磅怎么活呀这个 对啊 他不光是说我租的房子太贵的问题 是说这个房子就是给我这样的人住的 嗯 这个学院是订租金的人 他知道他是收多少租金 他知道你赚多少钱 对 这学校是发我工资的人 他也知道我挣多少钱 他也知道我到手多少钱 嗯 他就无所谓 他就这样弄 你爱干不干 我们是牛津 怎么屌啊 你爱死不死 那这不是逼着你们赚外快吗 要不然没法活呀 对那肯定那必须得用其他方式挣钱 不挣钱怎么活啊 那肯定得 那我挣钱就不可能全身心就在这个工作上了 这不合理 而且他这个是一个全社会的共谋 嗯 就为什么租金这么贵呢 就因为牛津镇 就是牛津市啊 不允许盖新房子 嗯 不盖新房子 那老有这个学生来物价不断上涨 那这房租就不断往上涨啊 那你有房租阶级他就赚得多呀 哦 你要老建新房子 就房租上不去 那有房租阶级房租就上不去 所以他这个政策就是 偏向于油产阶级 偏向于富人的 嗯 他整个国家都是这样 不是说牛津怎么不好 而他也不好 所以我对英国的那个形容 就是史的童心园 这个太脏了 就是从最小那圈 从我们这项目就五个人 就是史 嗯 我们这项目再大一点 到我们那个系也是史 然后到我们学院 到学校 到牛津市 牛津郡 到英格兰 到联合王国 一圈一圈童心园联谊出去了 哎呀 就真没想到啊 没想到 没想到是这么一种感受 因为本身那个 当时你说要去牛津的时候 我其实是新生向往啊 或者新生羡慕 我觉得牛津啊 我的天哪 我小时候就听是吧 牛津多牛多牛 你能见桥吗 对吧 到那边人除了那个玩那那什么 划船以外 是吧 除了划船以外 这学校宇宙有名 到那边历史悠久啊 感觉正学术嘛 是吧 没想到到那成了成了史 就是成了 对 我也没想到 我觉得牛津 就应该跟哈佛没有太大区别嘛 当时就想 我不用带那么多书过去了 反正 我有的书 图书馆都有 我就直接用图书馆就完了 哈佛图书馆的书 你想借一万本也行 没有限制 你只要搬得动 到了牛津馆发现 这个书没有 都在其次 他有你也借不出来 他那主图书馆的书 不许外借 说这是我们 从建校以来的规矩 女王来了 也借不出来 我们特自豪 只能坐这看 对 只能去那看 那当时又是lockdown 又是那个封城 什么封锁 你也不能去 就即使后来能去了 你去图书馆看书 反正这时代 也不是干这个事的时候 没那么方便 对 但是其他图书馆 当然有些有很多图书馆 其他图书馆 有一些书是可以借出来的 有些图书馆还是不错的 也不是说都不行 但它那个主图书馆不行 但主图书馆里面 有好多好东西 就是古代的 什么斯坦因的日记 什么就那些东西 建筑也特别好 但是作为游客 你就觉得 真美真美 书好多 好漂亮 但是你真的在那生活 作为图书馆的使用者 你就觉得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不能把书借出来 就可能是被那个 哈佛已经惯坏了 以前在学校 你只要有本书 你想要 因为大多数书都在书库 书库你只要一下单 第二天就能拿到 如果不在书库的话 就是不在别的地儿书 在那个图书馆 自己的书库里面 就可以自己走到 那个书库里面去拿书 走到自己书库里面 里面去拿书 你就看到那个架子上 好多各种各样的书 就是你之前没查到 你也可以看到 可以遇到很多书 也非常好 就是开架的 一般图书馆都做不到 你说这主图书馆 是牛津的主图书馆 还是你们学院的主图书馆 牛津的主图书馆 牛津的主图书馆 叫波德良图书馆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古代收稿 就是还有人皮的书什么的 反正特夸张 然后说到了学院 我是在圣安东尼学院 牛津馆好像有几十个学院 三十几个 二十四十几个 有的特古老 有的什么一二几十几年就建立了 这圣安东尼学院是一九六几年 一个爆发户 他捐钱弄的 他就叫安东尼 所以就叫圣安东尼学院 哇天哪圣安东尼 对我们讲说 我们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圣人 所以叫圣安东 什么玩意儿 人家好歹给钱了 对对挺好挺好的 他这圣安东尼学院 主要的方向是国际关系 尤其是现代中东的国际关系 因为这个安东尼大哥 他是叫安东尼 不是姓安东尼 大哥是在野门 做咖啡生意起家的 我的天 这地儿啊 对 摩卡咖啡 大家都听说过吗 但摩卡 为啥叫摩卡 因为摩卡是野门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摩卡 不是他老摩擦卡尸 他就是在野门做咖啡生意 所以他是专注于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 这是以中东地区为主 现代国际关系 但是跟我们 就是关系有点 稍微有点远 因为我们虽然也是做 伊斯兰世界的 但我们是做古代的 古代的 其实有一个 做古代的学院 我们老板嫌得收钱贵 就没去 就是因为 你如果要把自己的人 跟那个学院挂铐 你还要给学院交钱 抠门不想去 私底那么多钱也花不完 那你们这个钱 到底是学校出 还是老板出 我这搞不明白 因为老板听上去 不像学校的人 这个是工费 是他的研究经费 这事也值得说 这不是他自己私人的钱 但是他自己 这个项目的钱 他这个项目出钱 就是这么多钱 反正你也没有别的钱 可以用 什么工资 出差 你买什么东西 都是从你自己的项目 里的钱走 而且你还要 给那个牛津的东方学系 交一大笔管理费 但学校并不是给你们 直接提供这种 学校是拿钱的 拿钱的 学校是从这项目拿钱 所以才让我老板 在那个东方学院 有一个办公室 然后这东方学系 也特别孙子 就是一开始 跟我老板说 我这没办公室 你自己弄去吧 然后老板说 没办公室 那行 那我带着钱走 我去其他学校了 说当天下午就 办公室出来了 对 就是装孙子 他们都这样 人人都这样 所以说是彭新元 不是瞎说的 感觉完全都是生意了 整个把这搞的 对 咱们再说回 安东尼学院 我就住那院里 那院里就有 他们学院的图书馆 我想进去 人家跟我说 你没有资格 为什么呀 说我不是 圣安东尼学院的学生 或者那种资深 跟他们相绑定的人 说我只是一个博士后 我没资格 我说我 住你们这学院的房子 就住在这院里 我给你们交钱 我还有那个 安东尼学院的 那个affiliation 中国叫什么 附属关系 不让我进 反正就让人很寒心 你知道吧 就没意思 你不让我进 我不进 你那图书馆有啥呀 我去你图书馆 我啥书没有 我用着你 只有人求我 没有我求人 全他妈求 感觉 感觉 我跟你说 真的就在这什么 圣安东尼这块 真是受了大委屈了 这就还一度的活 对 而且他这委屈都是互相受 他们不光这么受委 比如说 我后来要要教课 我师兄就是作为东方学系的一个教授 他有那个轮休 在他每七个学期 可以休息一个学期 可以带心休假一个学期 然后他课就没人教了 他就说让我教 也是为了锻炼我 给我个机会挺好的 那教授需要有教室吗 要去找教室 我说那就在圣安东尼学院 找一间教室得了 他这教室 比如我在哈佛上 在任何大学上 北大也一样 中国任何大学都一样 你就爸给系里说 我要什么课 然后系里就给你安排一间教室 这边可不一样 这边是你要上这课 你自己找教室 找到圣安东尼学院 你说要这教室是吧 你得出钱 花钱买教室 就租教室 因为他这个学院 都是独立运作的 他这学院是自己跟自己玩的 他这教室都是往外租的 都是租给大家 你除非是学院自己的课 你要是 比如东方学系的课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员 他就你要弄教室 就得租教室 结果我们最后就跑去 我师兄的办公室上课 也没有几个人 上那个古波斯语 然后我这古波斯语 当时学的也迷迷糊糊的 所以自己也不会 也要教人家 所以为了教人家 我就现在网上开了一个中文的 免费 告诉大家说 免费不要钱 你们来学吧 就我先用中文教一下 热热身 然后热差不多了 再去教那个英文的 就还行 这古波斯语这个课 相当于你教的是一个学校里面 这什么课呢 选修课还是一个什么课 是一个语言课 它是那个某一些专业 比如说你是 些新文字专业的 或者你是 一样史专业的 硕士 它是必须要上的这个课 还是个必修课 它这个系统不一样 它不是必修选修这种分类法 反正 比如说你要上这个学位 你有几种课你要修 但是比如说五种里面 你要修三种 但我就是那个五种里面的 你可以选这个 但是你必须 比如说五种里面修三种 你这个学位才算完成 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课 当然我教的也非常好了 那这课是只要你学下来就行 还是最后也得有一个那种考试 对 说到考试也非常有意思 这牛津啊 全都无所谓 反正工作上也抓的也不紧 但是这个考试 我师兄的话说 这是他们的神牛 sacred cow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这个考试特别严格 特别正式 而且有好多仪式 比如说正式的考试 学生就知道考试时间之后 他要穿着那个学院的大袍子 去考场 穿着袍子考试 对 监考老师也要穿大袍子 还要戴什么领带 还是领结什么的 这不哈利波特吗 这就是 对对对 有些还要配件还是怎么样 反正你要穿那一套行头 去那个考场 考试监考 考了试之后 把这个考试收上了 还有胡名 就不能看是谁写的 不能知道这个学生的名字 然后要有内部的判卷人 我就是内部判卷人 判一遍 然后还有外部判卷人 再判一遍 然后这两个才能在一块 然后他们也不是 就是说数字化 就是这一题多少分 你得多少分就多少分 都不是 他就是给你一个感觉 然后70分就是还不错 80分就特别好 他们那没有那个 美国那种分数的通货膨胀 反正 但是这个考试是非常非常的严苛 所以牛津的学生还是不错 他这严苛是什么 比如说挂坑 不及格的会很多吗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跨性别者 所以他可能受到一些压力 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牵扯 所以他没有好好学 学了两学期最基本的都不会 然后考试的时候 基本都交了白卷 我们就给他了挂坑了 因为给他挂坑 其实是给我们增加工作负担 因为他要挂坑之后 他首先他要补考 或者他要申诉 说我不应该挂坑 你不应该挂我 他要告我们 告老师 但是他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出于这个学术良心 必须给他挂坑 所以就给他挂坑了 挂坑之后怎么着 我也就不知道了 就该挂坑还是给挂 因为太差了 那你教这个波斯举课 他最后不是在你 他们师兄的办公室那边教的吗 那上课方式呢 跟咱们大学比较类似吗 一节课多少分钟那种 我教的这个是相当于研究生课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教的 都是zoom教的 所以这个跟普通的咱们的课 尤其是网课没有什么区别 但实际上牛津剑桥 他有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 叫做tutorial 我翻译做个别指导 这个是几百年来都这么上课 这只有英国这么上课 是不是只有牛津剑桥 这么上课我不知道 反正美国是绝对不这么上课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教授 就跟一个学生 或者两个学生 一周见一次面 然后呢 这一周给你留点作业 留点书 让你写个东西 下一周再聊 就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方式 不是上大课 而且让你写的东西之后 就让你在教授面前念你写的东西 这个念你写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好处 公开处刑 因为我们有几个人 就只有教授 顶多还有一个同学 对 所以他就会 让你在念的过程中 就发现你写的不通常 不顺畅 就是不优美 不自然的地方 另外呢 还可以训练你说话 因为你如果写好之后 你再念出来 你就说话 就能按那个说 也挺好的 所以英国人受到这个训练之后 他写作和公共表达 就是在公共场合说话能力 都特别强 明显强一大块 而且英国那个作家 也特别多特别好 所以在牛津 虽然我说了好多 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我们挣的少啊什么的 这都是年轻教师 或者年轻教员 所处的状态 清教 对 作为那个学生来说 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作为本科生 因为他的学校的资源 全都倾向于本科生 比如这种一对一 一对二的教学法 不仅是什么学文学 学历史这样 你学理科 学数学物理也这样 不是 都等会儿 本科生也会使用这种 一对一对二的 这种教学法啊 就是本科生啊 就是对本科生 那得有多少老师 教那么多学生啊 对 就所以老师负担非常重啊 挣的又非常少啊 他都不是让那种 大教授管这个事 都让年轻的学者 就驻扎在那个学院里面 就是学院内部的课 有一些就住院教师 我天哪 不应该叫住院教师 都患者了 都住院教师了 对对对 像他们就会 比如说一周开六个班 他管六班人 就非常重啊 实际上 别的甭干了 每天就伺候这些学生 就伺候不过来了 是 但你如果自己的事 你不干了 你不写书 不写文章 你就没法晋升 没法在学术 这个生涯上面 再往前一步 其实就是剥削 说白了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么辛苦的话 会不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 不愿意来这学校当老师了 招人就费劲了 关键是英国大学 钱都少 而且前两年 那牛津就出了一个 什么教学岗位 钱太少 都上新闻了 大家都说这太可怕了 还出过新闻 什么其他的学校 那个老师都住帐篷 没有钱出房了 太苦了 这连住院都住不了 在住帐篷 之后就去难民营了 老师 就都特别差 那些年轻的教育员 还有学生就组织起来 占领校长办公室 都别过 这挺好 我支持他们 那整个这个英国高等教育界 其实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英国高等教育界就是这样 胡说得多 制度性的残酷的压迫 不学 然后呢 我们比谁差 我哈佛大博士 我比谁笨 我挣的是人家 万分之一 我凭什么呀 差那么多呀 就是我中学同学挣的万分之一都说少了 不是他干嘛的呀 大公司CEO啊 那可能不一样 那这不能比 那我可以是人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这都可以 那你也当CIO 是人万分之一 那万分之一 那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大差别吗 万分之一是不是有点过了 行业不一样啊 行业不一样也不能万分之一 急了 真是 不是确实是 哎呦太多了 太有意思了 反正道理就是说 你在牛津当学者收入 咱们就说不能跟这个CIO比 但是也不能太差 就是你这个条件 都真的是每个月发到手 然后刻掉王波 剩一百英镑 这确实没法过 对啊 我不是说我挣的跟人一样多 我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不行吗 我觉得要求不高吧 真是 那说回来 你这个一百英镑 我当时一直也没有问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你不会真吃一百英镑吗 靠网上直播呀 当网红啊 送游艇啊 送游艇 不是你还有这个附件 我咋不知道啊 跳舞啊 跳舞 谁要看你跳舞啊 还送游艇 我天哪 你送我一游艇 我的卫电都要会看你跳舞 谢谢绑一大哥送游艇 你直播就是你那个教课吧 对 直播是乱说的 其实是在网上有一个 我有一个教育平台啊 可以开课 对 我还上过两次课呢 对 有的时候是我开 有的时候是我朋友开 我就管剥削 我就管输钱 这咱们反过来了 对 当老板啊 对 就是只有通过网上 教课上 你再挣点钱 但也其实也挣的不多 就只有利用周末的时间 那你在牛津这 说是一头屎 然后挺难受 没啥效率 这也两年时间呢 那这两年时间都干嘛呢 就在 你们的老板的低效率的方法之下 吭吱吭吱的干这点活是吗 就是老板的低效率和 他微操就让我不想干活 所以我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处在一个罢工的状态 嗯 但其实罢工所谓抗议 虽然是一种反抗 但其实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 对啊 因为我就不能出国 但实际上我还是出了两篇文章嘛 都是挺重要的 有一篇是 我很早以前就出了中文版 现在中文里出了英文版 马上要出 还有一篇是发在西域研究上的中文的文章 嗯 但那中文文章都不算公分的 都不算我老板的那个要求之内的 文章内容是谁 是于田宇啊 解读一个新出的于田宇的手稿 反正都是自己这一亩三分之人的事嘛 嗯 然后我还组织了一个网上大会 就是网上的学术讨论会也挺好的 因为我们是要把这个文书电子化嘛 但实际上其他的领域的人 很多连接古代手稿的人 都要把这个文书电子化 文书电子化之后 就可以形成一个 就新的工具就能产生新的结果嘛 其实就是我们这座文献就弯道超车了 就我们有数据库 就可以做出以前的人做不出来的东西 而且面向古代世界不同时代 不同地区的人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 对 就是要把这些古代手稿 电子化 让大家都能够利用 而且最好是相互之间能够连通 所以我一直就关注这个事 所以我就组织了一个大会 就把做古代世界的各个方向的人 全都整来了 大佬全都弄来了 大家一起开个会 说说自己的工作 反正各家都讲讲自己的高招都特好 那你们如果说想是电子化 是吧 最终这东西都存在什么地儿 什么平台里 理论上是自己弄一个服务器 对 但是现在一个趋势是 自己弄个服务器 同时再弄一份在GitHub上 就是存程序的那个地儿 但是要钱 需要你给他交钱 反正就是是一个大家都能去登陆访问 然后并且拿到东西进行研究那么一个地儿 不像咱们那个圣安东尼图书馆 是吧 不许你去进去 是吧 你没有资格咱们这看出 对 都是要免费 让大家都可以用 而且你做一个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 虽然是免费 但是你就就是拿到这个声望 就是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学术制高点 别人就都得仰望你了 其实是有很多附带的好处的 那这大会本身你有什么收获的 这大会本身我是收获了组织者的声望 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就没啥 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 不是说来了好多大师 然后各有各的高招吗 你没学到点高招吗 就是看看大家做什么呀 但是我们老板那样 我们也学不了人家做的东西 就看看现在高级的人做的事 比如说现在埃及 就做古埃及的 他们是最先进的 永远都是做古埃及的人 在时代最前列 他们能够用到最新的技术 他们就能够把埃及那墓里面的那些东西 就用3D的建模啊什么的 再给填回到原来那墓里面 然后你就能够跟那个玩电子游戏一样 下到那墓里面去 然后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个拖用条 说100年前什么呀 1000年前什么呀 2000年前什么呀 然后还能知道这东西现在在哪 那东西现在在哪 还能搜索 比如说你说我想要带鸟的画 带鸟画全出来了 我这个高级啊 就都已经增强现实了 你就直接去那个古代的墓里面去看去吧 然后我们哈佛有一个老师 我在那个系的 他在埃及考古了40年 就一辈子吧 就是从国师毕业开始就在那考 最后就死在那个考古工地上 然后那40年那一辈子 记了好几百万字笔记呀 什么图啊什么的 全都拿回来了 他四几年去世了 现在就全都电子画 上网搜啊都可以看 因为他以前照的照片 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他又经过几十年的那个侵蚀吧 就是以前的更清楚嘛 那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啊 对这是真正的工作 这是真正的工作 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像我们如果做出了 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也是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他不做我也没什么办法 你们那工作如果是比较理想情况之下 他应该是说 他应该是这样 这老板有个想法非常好 他是要做数据库 所以他先要有一个做数据库的 懂电脑的人在这个项目里常住 不是我们需要用电脑 找一个电脑临时来帮我们两下 这还是我们的项目经理 这项目经理他懂电脑 懂数据库 懂那个什么网络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不懂电脑 但我们懂文书 我们就在这个项目经理的指导线 把这些文书啊 照片什么的都弄成 他需要的格式给他 他把这些东西都弄上网 然后做一个很合理的架构和体系 老板啥也不用管 老板就是管找钱招人就行了 你就躺平就行了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 就是你不要管太多 你管太多 反正不好 因为他也不懂 他真懂也行 其他项目的那个项目主管 都是这领域的大拿 都是一言九鼎的那种 对 就是你这老板 他本身不是学术型的 其实是官僚型的一个老板 对 其实官僚型的老板也挺好的 他能解决好的 我们学术型的人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他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学术型的人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自己不是做学术的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不安全感 那这项目按理说 比如说你去的两年时间 是应该已经完成了 还是说按照计划来讲 应该进入到哪一步了 他应该是 比如说先把这些 你要弄的手稿 弄一目录 我还没去英国 就把目录整好了 这目录下一步就应该上网了 就该录入了 但是就这录入就一直没干 两年了也没干 为啥 就不知道在干嘛 老板不想干 老板说他得到了一个 一个人的建议 就是说当你不是很成熟的时候 你不要做这个网络的东西 你要你要做得不好之后 就没法改了 但实际上 这个互联网的精神恰好相反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不断迭代 不断更新 不断变好 其实是这个思路 但他不这样做 我们这个项目 他拿的是五年的钱 但是我们的博士后 都是三年的合同 所以他钱是有的 我干了一年多 我就不想干了 我就算了 我就申请了一个日本的职位 我就不干了 我就跟他说辞职了 提前三个月说辞职 所以我的最后一天工作日 是9月2号 是我们去西班牙开会 最后结束了在牛津的工作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人 对 因为这开头你不说吗 你把他吵了吗 不干了 我也想问问你 什么时候 那就刚吵 刚吵没多时间 还热乎着 热吵 对 但要提前三个月跟他说 就是6月1号跟他说的 我1月份就跟我们的项目组的人都说了 说我不干了 他说你先别告诉老板 然后那告诉老板说 你跟其他人说了 要怎么跟他们说 他都不知道 我早就不要 团体团结 所以就是有共同的针对的目标的时候 就有点团结 我们有时候四个人一块开会 对着电脑老板有一次啊 在一个大厅里面 每次开会都是我们四个人 在一块吐槽吐槽吐槽 吐槽的每天都是一样的事 然后我那美国同学说 这就跟那吐锅鼠日一样 每天都在重复 对 非常疲惫 都是一样的事 那你为刘金这两年时间 除了这个非常低效的学术研究之外 没去享受一下这校园生活吗 哦 校园生活也稍微享受了一下 主要享受了一下英格兰生活 我先说一下校园生活 英国这个牛津建桥 有一种有名的社交形式 叫高桌晚餐 就是说在一个大厅里面 细长条的大厅啊 就在那个细长条那长边 弄两长条桌子 学生都坐在桌子上 在那个短边有一个稍微高一点 台子大概有20厘米高 那台子上面在横边上有一条桌子 就是老师做的 那个就叫高桌 每个学院每两星期都会在这个 大饭厅 就跟那哈利波特吃饭的地方一样 你说的时候我想象的就是那一方面 就哈利波特那些老师不也在 那个钱都得桌子上吃饭 像一个小讲台似的东西 对对对 那学生都在那下面桌子吃饭 然后我有一次 就我那个美国同事 他有另外一个 以前的同学也在牛津工作 但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项目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 他是在一个学院里面 就Exit 埃克赛特学院也挺有名的 就他就邀请我们俩 去他们学院的那个高桌晚餐 你去的别的学院 不是自己学院的 不是不是 没参加过自己学院的高桌晚餐 然后我们俩就土鳖进城 也去了一下 然后参加高桌晚餐 也要穿特别的袍子 但那袍子不用自己准备 你到了那学院之后 他先给我们领进一个小屋子 那屋子里面就有点酒 有点吃 现在点喝点 然后要从那个后台上那个高桌 上高桌之前要穿袍子 然后就捡了一个穿 有地儿给你准备换衣服的地儿 是吧 那个袍子是照在外面的 所以你要 首先要穿好西装 打好领带 我带了二十几条领带来英国 因为听说这边 特别多的正式唱歌 结果就穿过这么一次 就用过这么一次 穿好西装之后 在外面照一个袍子 我就拎了一下 然后说你这袍子 那个花纹是本科生穿的 你要穿那个老师穿的袍子才行 我也不懂 穿了袍子之后 我们就鱼贯而入 进入了那个高桌 都落座 对那会儿那个本科生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是后进先出 做好之后 那个院长也在 院长拿一个扁圆形的一个大木头 那木头可能就几百年时间了 然后在大木头当经堂木一样 敲底下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木头片 就拿那个扁的圆柱形的木头 敲那个下面的木头 经堂木 大家在听他说话 然后呢 他就说一串拉丁语 什么Sanctum Sanctorum之类的 反正这我能听懂的一点点 拉丁就圣中之圣什么 反正说一通 说一通就开始吃 反正还弄一经堂木 这拉丁语大家都能听懂吗 没人能听懂 哦 要耍这个范儿 是吧 必须得 对 仪式的一部分是宗教语言 对对对 那个哈佛每年 毕业典礼上还有本科生 用拉丁语制词呢 都是自己闯作的 像那个院长说的拉丁语都是一套词 就背下来 呱啦呱啦就背了就完了 固定的 呱啦呱啦唧 呱啦唧 就行了 嗯 但是哈佛那是自己闯作的 小狗儿 但是你也还生情并茂 也没人听得懂 但是人也来那套 总之 就是先吃 吃 然后上酒 吃什么呀 就普通的什么西餐嘛 就一道一道的 前菜 竹菜 给你弄个甜点 但吃完之后 差不多了 我们就余逛而出 从后台再出去 再到另外一个小屋子里去 我们要吃第二道甜点 在吃第二道甜点的时候呢 你要坐在 跟刚才坐在一起的人 不一样的人旁边 跟另外一个人聊天 啊 交换伙伴 对对对 是这意思 然后在第二道甜点的时候 他们还要传递那个酒嘛 有一种叫Port 你们知道吗 波特是吧 对 是那种加强葡萄酒 就是葡萄酒里面的水蒸出的一部分 酒精工度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鼻烟 大家传 你愿意吸可以来一个 我也不会弄 就是以前在那个电影里边 看到那种鼻烟壶 里边对 往外冒着那鸟鸟的小青烟 然后过去拿鼻子 做一点 没有青烟 它是小粉末 弄把粉末倒手上 然后拿鼻子吸 反正就 哎呀 就是特别装 装一下嘛 真是 让我每两周来一次 哎呦 我真受不了 我看在京堂木 我就要笑场 那这转一圈 感觉这牛津被你说的 就非常的不堪 各种官僚啊 图书馆不让进啊 什么给钱少啊 但是毕竟是吧 鼎鼎大名 牛津剑桥 应该学校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对 你作为老师 作为像我们这种 博士后研究员 在那工作体验 和你作为本科生 或者作为硕士生 或者作为博士生 或者作为 这个有拥有教职的人 是不同的角度 很不一样的 如果是本科生的话 应该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那个学期 是一学期八周 一年有三个学期 所以一年只上24周的课 他上课时间非常短 但是他上课期间 强度非常大 给你的任务特别多 你上这八周 你兼职下来 你就能学到好多东西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社交活动啊 晚宴啊 午会啊 什么的 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做 我们都体会不到 我们不是核心成员 相当于 我们就是被剥削的 感觉成了跟那个 校工一样的存在 校工 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啊 而且你这么一声 我感觉是 他们是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 这种所谓的圈子感 就是我们这个地儿的人 都进到我们这个圈子里 大家就可以玩在一块 对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就玩咱去 你就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说的特别准确 一针见血 是吧 然后他这个圈子里边呢 其实是有特别高的门槛的 对 甚至于他会用所谓的这些 很传统的 因为就学院 就是很传统的这种大学的模式嘛 用最传统的这种模式 最传统的穿着 包括用传统的 拉丁语都不太用的 这个东西来制造各种各样的门槛 让你外人根本没有办法进身 对 说的太对了 比如说他为什么用拉丁语 就因为这些受过贵族教育的人 从小就是学拉丁语长大的 他们都会 没人不会 谁也不会 就跟义务教育一样 你说这个不光是牛津这样 你真是一针见血的 从小见大 看到了整个英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它其实就是阶级 class 你一个阶级 有一个阶级的玩法 一个阶级 有一个阶级的学校 甚至不同阶级的口音都不一样 你像咱们经常说 英国口音 美国口音 但到了英国就才发现 根本不存在什么英国口音 英国几十种几百种口音 都不一样的 所以有专门一种叫 Posh Posh就是贵族的意思 就是那种贵族有点被宠坏了那种 那种小孩叫Posh 他们都是上工学 这个Public School 什么伊顿工学 但这个工学就相当于是私立学校 这是反着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以前的人 都是在自己家里教育自己的小孩 你把小孩都送到一个共同的地 让另外一个 不是你们家里的人 不是你们家里请的家庭教师来教育 这就叫公共了 所以这个工学 就发展来发展 其实就是贵族学校 真正的像咱们国家那种公立学校的 他们叫State School 就国家学校 那是普通人上的学校 那这些上工学的人英语什么口音 上工学的人英语口音有一个特点 他不会发双原音 比如说我们的应该念hour hour 他们不会发 他们不会发hour 我这是美国口音 我带r的 如果英国口音是hour 那他们上工学的人就发r 这是故意的是吗 就是这口音不是故意不故意 他们都这么发 entire 完整的全部的 entire 英国口音就entire entire 他们就intire in top 就那样说 连后边 后边那个r的音就直接不发了 没有双原音 都是就讲单元 那要这么一说 大家其实是不是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个电影 那个国王的演讲 我估计他那里边说的那些口音 应该都得是类似于这种的吧 我觉得 就是最典型是那个Boris Johnson 就是英国前首相 他就是最典型的posh口音 就这个口音是一个是一个阶级 这帮人从小上这工学出来的人 这就是工学口音 那他这阶级这样 他那发型怎么跟鸡窝似的 没人管 这就才是他的阶级的特权 为什么呀 就是他可以头发乱 明白这意思吗 我已经这么高了 我已经高到可以头发乱的阶级 因为我口音正 就是说我已经可以不管我 这是他阶级的一个特征 就好像那种越大的老板 可以穿的越随意似的 是吧 可以穿布鞋 好好穿 练功服 是吧 老头鞋 而且那个Boris Johnson的说话 也不清楚 乌鲁乌鲁的 水里含了个茄子 那也是他的阶级的特权 我已经不用说那么清楚了 我天 那大张伟是不是应该就是 最高阶级的人了 对吧 那可以随便说了 但是还有一点 比如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学了一口 那个正宗的工学口音 不管你从什么渠道 你的原能力特别强 你把那些CV差别 全学到手了 你一张嘴 你跟Boris Johnson一样 人家就说你这傻逼 因为你不是那学校上来的 你是来装这种口音的人 人一下就看中了 我必须要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说了这么多 你一个在牛津是吧 成天打工的这么一个校工 苦哈哈的 你就说什么英国都这样 都这样 你凭什么说 你都去了吗 你就 我虽然没有在各地生活过 我还真去过 我英格兰基本都走遍了 其实打工人当的不合格 就满处跑了 我一到周末就跑 因为我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 五分钟就走到火车站 然后牛津又在一个英格兰 比较中间的位置 离哪都比较近 所以我在英格兰去过 很多很多地方 都是去看古迹 把英格兰基本都跑遍了 也不太了解当地的生活吧 但是也看了一些地方 反正就怎么说呢 就我就觉得他们看上去 都挺光鲜亮丽的 但是我就知道 他们挣钱都特少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牛津挣钱 就不应该算少的呀 我们这个钱都是学校规定 什么几级几级 那我挣的肯定比他们多 那他们挣的比我还少 你们主要是房租高吧 我觉得主要问题 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开销 而且就愈发看到了 英国是奖励富人 或者政策倾向于富人的 这么一个国家 因为我去外的旅游 可能去过十几个二十几个郡 就所有的地方 那个饭馆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样的那个连锁品牌 等于他就不给那个本地的小饭馆 生存空间 每个地儿都是一样的饭馆 没有那种仓言馆什么的 有但是不多 办的好的还是那些 什么泰国菜一个连锁 越南菜一个连锁 加勒比菜一个连锁 就全都是那种 感觉就是有点千变一律 是吧 各个地方 对 而且我在英格兰旅游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看那个英国历史 英国的历史其实是有一个断裂啊 所谓入关就跟那个满族人入关一样 英国人在那个1066年体会过一把入关 就是那个诺曼底的人跨过了英吉利海峡 然后征服了这边的英国人 但其实他们之间都有点亲戚关系 就是争夺王位 都是那些贵族 并不是说外族入侵那种 他们本来就已经是有点千丝万里的联系 这个诺曼人入关之后 其实就给英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益的变化 而且到今天这女王 他们这个皇室这一戏就都是当年诺曼人入侵的时候 那国王的血脉 是那一阵的 对 而且到现在据说你在英国人还能看出来 谁的性是诺曼征服那会儿从那边过来的 直到现在还能看出来 这都一千多年了 那种人就有钱有地费 就一直保持着 所以他就是一个所谓传统 其实就是压制着下面的人 那阶级非常固化啊 这阶级非常固化 你基本上你出生时候有种编码 就基本决定了你的医生 那你去了不同的这些 就是英格兰从南到北啊 就是这些地方 你感觉各个地方的整个的那种什么经济发展状况 穷啊富啊什么的这种区别大吗 简单的来说就是靠北边就会比较穷 靠南边就会比较富 但这也不能一概论 因为主要以前北边是那个工业区 是 产煤的 英国之所以能够工业革命大爆炸 生产力大爆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能源 有特别多的好的煤 有了煤之后就能发动机啊 就是就可以那个办工厂啊什么就很方便了 但现在整个英国都去工业化了 就工业全都不赚钱 英国有啥工业啊 所以那些地儿都是就相当于美国那种铁锈带 老工业区其实都没工业了 铁锡区 对对对 就都过得比较惨 这咱们说的还都是英格兰地区吧 是不是 英格兰地区 还没到更北边 然后其实英格兰这个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它的地理决定的 就是英格兰的东南部就比较好 它有一条河叫什么河来着 就在那条河的以东南就是好地儿 那河以外就不太好的地儿 就现在经济的发展情况 发展的好业发展的不好的那个图 哪钱多哪钱少 跟罗马人到了英格兰 在哪建别墅那个图 哪别墅多哪别墅 完全一样 天 这个是不是历史也过于悠久了 这个 就是它是地理决定的 它不是那个 罗马人早也看穿了一切 对对对 我天哪 这罗马人都什么年代了 这是 英国不有党吗 一个保守党要的工党 我看一本书就讲 那根本就不是跟政策没关系 那保守党就是东南部的人的党 那工党就是西北部的人的党 它就跟地儿有关系 把自己打扮成什么不同政策 那没有用 就是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地段 决定了你的经济 经济又决定了你的一个政治倾向 是这意思吗 对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地理决定论 但这有点太绝对了 没有那么绝对 但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在哪 是 其实说回来啊 说英国的事就前一年 我比较关注的是什么事 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说 比较大的事 就是他脱欧这件事 英国脱欧这件事 其实对于整个欧盟 包括英国自身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经常会从 就是大的方面会觉得 哇这事变了 英国脱欧了 是吧 甚至说咱们到什么踢球上 你英国球员 在其他的欧盟国家 都属于外援了 因为都不是欧盟成员了 那对于他们本地人的这种生活 有没有说受到这种 或者这些影响 有好多影响 其实 比如说欧盟的时候 你这个境内 就可以欧盟自由流动 什么罗马尼亚人来打工 也不用签证什么的 或者说用签证 也是那个欧盟的那种签证 是 他现在就是属于 不是欧盟的一部分 这些人就不能在这干了 所以他就缺劳动力 前一阵就有那个 卡车司机短缺 那个从英基里海峡 运货的司机就是特别少 也招不来人 因为会开的人 他也没那个 就是签证啊什么的 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 北爱尔兰 其实 因为以前北爱尔兰 爱尔兰 英国都是欧盟吗 但你如果脱欧了 北爱尔兰和爱尔兰 是不是就 一个是欧盟 一个不是欧盟了 那我是不是 从北爱尔兰去爱尔兰 就很麻烦 就要过边境了 对 但很多人就住在 北爱尔兰去爱尔兰上班 或者住在爱尔兰 去北爱尔兰上班 就有好多那种人 那他们就生活 就非常不便 对 这还真是 所以就解决不了这份 最后 就等于把那个商品 那种关税那个借 划在了海里面 就爱尔兰那个海峡 等于那个 北爱尔兰跟爱尔兰 还是在一块的 但这就推动 相当于让北爱尔兰独立嘛 是啊 对啊 就有一大堆 各种各样的麻烦 回头再一公投 加入了爱尔兰 然后又 对啊 这咱不敢瞎说啊 这个我天哪 英国的全名叫 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嘛 对 那大不列颠 就苏格兰 威尔什和英格兰 再加北爱尔兰 四部分 我感觉 这个联合王国 过一阵 可能就没那么联合了 嗯 苏格兰现在 议会第一大党 已经是苏格兰民族党了 就是要 苏格兰独立的那个党 嗯 北爱尔兰 现在新分党 也拿到了议会多数 反正 感觉是不是要分崩离析了 总之是 它有一些 很深远的影响 嗯 而且脱欧 你脱了之后 你不能说 我又后悔 我再回来 是 你几十年之内 是不可能再回来 你有没有跟当地的 英国的同学 或者朋友 就是问问他们 就关于脱欧这事 聊过吗 我有一个特好的朋友 在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是一个英国人 嗯 但是我认识这些英国人 都比较单一 都是特别恨那Boris 就是一提他 就要呕吐的那种 特别恨 对 特别恨Trump 就是一提到Trump 就都是左派 受学院教育的嘛 都是一样的人 嗯 所以其实接触不到那种 明白 就是真正当年支持脱欧 然后脱欧以后 有什么真实感受的人 其实你没有接触过 对对对 我接触不到你 嗯 脱欧对于 其实对于在英国的华人来说 是有好处的 这怎么讲呢 因为以前 比如说你想拿永居 或者你想拿工作签证 你要排在那个欧盟的人的后面 嗯 现在大家都同意起跑象了 欧盟的人 你跟我一样都是外国人 而且那个英国还搞 那个什么人才引进去 打张旗鼓 引进各种人才 你怎么着 前多少名大学毕业的 直接就给户口啊 你怎么可以再带着拿签证啊 那按理说 是不是应该就是 我不知道啊 就像他们什么英联邦国家 是不是会更有优势一点啊 那其他那些地方的人 都相当于外国 他并没有在法律意义上 并没有真正的有优惠啊 对他们啊 对对对 并没有 但是以前他是欧盟一部分 那些欧盟身份的人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地位 明白 所以其实对于想移民英国的人 这反而是好事 那英国这 刚才说这四大块 你这两年都去玩了是吗 对走马观花都看了一下 苏格兰不有那个大肠料理吗 肠子里面包肉 那哈吉斯 那个怎么样啊 那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吃 没那么难吃啊 只有说你就期待它特别难吃的时候 你觉得它没那么难吃 反而是一种夸奖 就好像说大家有什么 什么今天看一盒飞鱼罐头 然后一打开没晕到啊 说这个 对对对 人还行啊 是吧 这豆汁不是百分之百像尿 只是百分之五十而已 咱们仨可以说啊 咱们仨可以说啊 然后那个苏格兰的一个特色 叫tweed 你们知道吗 tweed 什么东西啊 就是粗羊毛织的就是有好多扎着的那种 就是你摸上去还有点扎手的那种 毛衣吗 织的那种那种不是西装西服 那种是专门教授工作服那就是 我的天啊 叫tweed 中文叫什么叫粗花妮好像叫粗花妮 有这种说法啊 那个是就是所谓有学问的人才那么穿吗 对那是那特贵 那是苏格兰北边的某种羊才能织出来的羊毛的衣服 然后我们以前有一个读博士说 有一个同学穿那衣服 还被我那英国朋友笑话 说太装腔作势 你才几年级你就穿着 我就去那买一个那个教授服 你买了啊 买了一个 就是一个上衣 都是中国人在买 导购都是中国人 哎呀 不会从中国一屋来的吧 能不能买那个 那倒不是 你穿着以后感觉怎么样 扎吗 那毛 里头不扎 外头挺扎的 不是光着穿 扎吗 对对 光着穿 你看过那个王冠的那个电视剧吗 就是说英国那些贵族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打猎 对 他们都是打猎的时候穿那衣服 就是他也有点能防雨 他行动也比较方便 我那个开不是组织一个会吗 就赶紧把我的衣服拿来穿着 然后我一个懂点衣服的人说 你穿着又是个要去打猎一样 也还不想开会 明显就是不会穿雨 还想装个逼 结果成了打猎了 对 失败失败了 苏格兰分那个高地和低地 就是低地就是苏格兰味英语的 高地是讲那个苏格兰的凯尔特语 都不是英语的那种 说凯尔特语 高地人特别少 但是高地是羊毛啊 有什么产牛奶啊什么的 主要是羊毛 羊毛比较好 而且也是旅游胜地 听说那个夏天去哪 哪哪哪哪都排队 但我还没去过 英国一共六千六百万人口 英格兰差不多六千万 苏格兰差不多六百万 但是他们两个地面积差不多 威尔士可能也有一两百万的 威尔士人家更少了 威尔士好玩吗 威尔士就去了一趟 反正去了一个斯湾西 你们听过一个电影叫 光珠六壮士吗 知道啊 听说过 光珠六壮士就是斯湾西的故事 那以前也是一个煤炭港口 后来也没落了 还去了那个威尔士收复卡迪夫 那也是说那个威尔士语 也是一种凯尔特语 但也没什么人真的会说 不会说呀 会说的人不多 现在的英国王室 他们当年跟威尔士的统治者 是有联姻的 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威尔士统治者的那个后代 所以那个英国王储叫威尔士亲王 然后那个查尔斯年轻的时候 还去过威尔士大学 学会说了威尔士语什么的 所以这威尔士 就是有点山曲 山比较多 人能打 所以一直没有真的被征服过 都是他们最后联合了 然后还去了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其实有挺多好玩 有那个巨人之路 是一个地质现象 就是那种六角形的岩石 几千块在海边 泰坦尼克是在那建造的 然后权力游戏在那 做后期还取景 反正参加了一个一日游 那导游反正还挺好 还有照片 甚至刮一小音箱 到顶点之后 就根本放那权力游戏音乐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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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老年旅游团一样 还一日游 对 五地影院 但除了这些大的地儿之外 我还去了几个小的 就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 英国的所属的小岛 有一个叫曼岛 或者叫马恩岛 isle of man 这是在那个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一个小岛 它那旗子是一个 就跟新裤子乐队那符号 是一个三腿 三条裤子 对就一裤裆带着三条腿 西西里岛的旗子也那样 然后那儿 那儿是那个女王领地 皇家直属领地 现在女王已经白白了 现在是国王了 反正是皇家直属领地 不属于UK 不属于布列帝恩及北尔兰领和王国里 属于私人领地 是吧 他们家的地儿 皇家私人领地 然后那儿有自己的货币 虽然跟英镑一比一 但是长相不一样 都有那三条腿了 新裤子币 新裤子币真的有 然后还去了那个泽西岛 都听过新泽西 你又是泽西 旧泽西 Jersey 然后那泽西岛 是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 最近不有一种什么牛奶吗 叫什么什么山 捐山牛奶 在国内现在挺火的 你怎么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从哪里进来的 你就找那最好的牛奶 就叫捐山牛奶 捐山牛奶 那个捐山 其实就是Jersey 就是Jersey的音译 以前也不知道 是哪个人脑子 这音译也不像 则西翻译成了捐山 就是则西岛上一种牛 那种牛产的奶 那大为这海量特别高 我就去那则西岛了 喝点奶 还挺好 喝了吗 没有 这么白去了 我在普通超市里 就买那奶喝 哎呀 喝 美 美 可行 那那Jersey岛上有啥 那Jersey岛挺有意思 那个Jersey岛 是在那个英国成为 英国之前就成为了英国的一部分 这怎么那么绕啊 这怎么解释啊 英国不是被诺曼人征服的吗 那诺曼人是 其实他们不是挪威人 都是维京人 是维京人坐着船来法国 烧杀抢掠 那法国国王说 你别打我 你别抢我了 我给你一个地儿 你在那儿好好待着就完了 但其实也不是他给的 是人家已经占了那地儿 他不给也得给 就把法国西北那块地儿 让给他们了 然后管他们叫北方人 叫诺曼北方人 诺曼地就是北方人的地 诺曼地 太歧视了 那地不是那地的 总之 就是他们是挪威人 经过了好几代之后 他们就扩展自己地盘 就先把那泽西岛 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再下一步 才征服了英格兰 所以泽西岛 先成为了诺曼地 公国的一部分 之后 他才拿下了 这个英格兰的王位 拿英格兰王位之后 其实那个诺曼地 泽西岛和英格兰 是一个国家 都是那个诺曼地公爵的地盘 就是他们家的 其实不是什么国家 就是一个人的 这样啊 那岛上还会有一些 那个年代的一些 什么历史的东西吗 那个没有 但是在那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有点这事 当时不是查理一世 跟那个国会闹矛盾 后来被国会砍头了吗 然后他儿子查理二世 就赶紧跑了 就跑到了泽西岛上 然后在那儿就是被人家说 我尊你为国王什么的 反正有点历史 我去这些地儿 都拍了点小视频 讲讲当地历史 我还去了那1066年 打仗那个地儿 叫什么 黑斯廷斯战役嘛 也去了那个古战场 我都拍了小视频 在我视频号 叫阿达西尔的漫游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看一看 好了 对阿达就是那个 阿的那个阿 达的那个达 阿猫阿狗的阿达到达 希望的西 出尔反尔的尔的漫游 阿达西尔的漫游 给瞅一瞅 我刚才提了一嘴 这个英国女王这事 因为咱们这节目 录的时间也不早了 然后正好就在前两天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 女王刚刚去世了 我一离开英国 她就坚持不住了 嘿 这话怎么说的 你来点评一下 我来点评一下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在二十之一世界 今天世界上 还有君主制 这为啥呀 为啥有人就因为自己的 祖先的祖先的祖先 杀了足够多的人就能当头 不太懂了 但是就好像 因为英国有君主制 所以她那个旅游也很多都是 依托于君主制 大家要看那个活的君主制 活的女王 但现在女王已经死了 反正我就觉得 君主制不好 英国的国王或者女王 其实是很多国家的 英联邦国家的元首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都是以这个 英国的国王或者女王 为自己国家元首的 就他们还在这个体制内 虽然是虚致的 虚致的 到现在也是 对对对 但是英联邦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虽然她还是英联邦的一部分 但是已经不遵这个 英国的君主为元首了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 但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国家 废除了这种君主制 或者即使是明面 就是名义上的君主制 改成了共和国 这就是巴巴多斯 然后巴巴多斯还弄了一个大的典礼 就改成共和国了 然后还选择了他们的国家英雄 就选择了一位国家英雄 就是雷哈纳 雷哈纳就是巴巴多斯人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雷哈纳 才很多人知道了巴巴多斯 然后雷哈纳还穿一身特漂亮的礼服 现在领甲什么的 但是他只是选择了一个叫民族英雄 不是让他当什么女王什么之类的 给他一个称号 给他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 雷哈纳是不是就是 我穿外衣的时候就不穿内衣 我穿内衣的时候就不穿外衣那人 我本评价 对他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小厚部老师不小了解 你还得评一下 你还得评一下 瞎说吧你 你怎么跟着 有人信活儿八道 你就跟着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 是吧 是吧 是加勒比那边的 对 我刚才说的君主制说的话 我不是特别了解 就比如说 伊丽莎白刚去世 而是女王 包括接下来查尔斯 查尔斯现在是叫什么 叫王皇帝 国王 国王 对 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虚执的状态 就是在英国境内 对他们不能干预政治 但是他们需要在法律上批准很多条 批准法律 就是需要他们签字 但他们也必须签字 对啊 所以他们的存在感觉 对于这么说 比如说 就像你说的 假如未来多少年内 我们看到英国废除了君主制 就现在这一套都没有了 你觉得会有什么变化吗 还是就没有什么变化 他应该不会通过暴力的方式 废除君主制 但是现在那些皇家有很多钱 很多地 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每年花很多很多钱 然后还有一个小视频解释 说其实英国皇室不花钱 反而是给国家钱 说他们有好多地 租给国家用 说到这个还有一特别奇怪的 就在英国买房子 有两种房子 一种房子是永久产权的 一种房子是99年从女王那租的 就你只能租一个房子99年 然后比如说你到了多少年之后 我这99年 我拿了30年 我卖出去 就剩69年了 再卖给下一个人 然后到99年再续 反正这不 你没有所有权 你谁有那个使用权 从那个君主手里租的 有那么一种 那这谁买啊 就很多人买啊 反正都一样的 但是就便宜点 但是也有点 反正他所有制就比较奇怪 就英国什么都是这样 他那个法律啊 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个盘根错节 发展出来的 就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条文 也搞不清楚 对 感觉上他们好像是没有说去 比如推翻了前面的某一种制度 然后做一个新的出来 而是融合了 对对对 修修改改 对 因为我们平时听了比较多的这种君主离线国家 就比如像这个英国 然后包括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日本 对吧 有天皇 然后亚洲什么泰国啊 应该也算是 泰国有国王 有国王是吧 然后其他的很多的那种地方的君主离线国家 很多都是一两班国家 尤其像美洲啊 什么大洋洲那些 和我们的全都是一两班国家 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啊 新西兰也是 对啊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什么这些 包括美洲的什么巴哈马呀 什么什么 安提瓜 巴哈勿达 反正这乱七八糟一大堆啊 全是这种 对 但他们都是尊那个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 对 但实际上有好多英国君主 就相当于最高调的君主在世界上 其实欧洲有很多国家还是君主制 但他们那些君主都非常低调 都想不到他们是有君主的 比如荷兰要国王 瑞典要国王 西班牙要国王 丹麦 都有都有 但他们就是更低调一些 我觉得那个就挺好的 那英国王是那点事 每天就在那小报上 跟那个娱乐明星 那么流量明星都是一样 就他们跟卡带山其实差不多代理 又改卡带山了 刚刚还雷哈大 你还找你说那些笔 我觉得就是就是谁跟谁 谈恋爱吧 又离婚吧 每天就盯了点事 有真是无聊 谁又生孩子了吧 怎么着了吧 英国的报纸喜欢报这些东西 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对对 那合着你这在英国待两年啊 做了一些没有什么建树的学术研究 然后旅游了一下 然后现在就已经算是正式离开牛津 也离开英国了是吗 对对对 屎盆洗手了我也 屎盆洗手 那不洗手屎啊 那给他洗干净点 屎盆洗手了 对 因为正好前两天 我说跟张湛好久没联系了 说联系一下 问问最近什么情况 是不是我们一起录个节目啊 也把它这个call back一下 结果张湛说 哎正好我现在正在飞机上呢 马上就要起飞 我说那聊会儿吧 我们家就打了个电话 我说感觉已经浪了很长时间了 是不是工作都都没了 他说今天是我失业第一天啊 重新获得自由的第一天 正准备坐飞机 飞到那个希腊去 开始他的一个什么大计划 那也就是上礼拜的事嘛 私底下聊天张湛抱怨他这个 牛军这事也有段时间了 所以之前一说要去日本嘛 我说这好啊 赶紧把这申请下来 咱就挪地了 后来日本好像也没成 对 我申请了一个日本的职位 叫外国人研究员 这是日本政府提供的一个研究港 是非常高端的一个职位吧 也相当于博士后 但是是你自己干自己的事 跟日本一个学校的学者联合申请 然后他接收我 我申请过一回 一八年的时候没有拿到 但当时还不成熟 我现在又经过牛津两年 说没干活儿 其实也干了一些活儿 又申请一回 我当时感觉我们的申请书写得非常好 那个非常有洞见 就觉得十拿九稳没什么问题 结果最后也是没拿到 没拿到 就是我很为日本晚惜啊 这个日本学术界又失去了一位 然然升级的明星 世界顶级的学者 所以我本来是计划 10月中旬在日本开始工作 9月2号3号离开西班牙 就是我在西班牙开会嘛 但现在就要改变计划 就不用去日本了 我就可以慢慢旅游 就开始展开我的世界漫游 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计划 就把之前想去的地都去一遍 第一阶段是先从希腊开始 我现在人在希腊嘛 对 希腊玩一圈 然后往中东走 然后去印度 然后去东南亚 三月份去美国开会 然后去南美 最后在复活节岛 结束第一阶段的这个世界漫游 这是第一阶段 太好了 我此生的梦想啊 就是要去一趟复活节岛啊 我在复活节岛 裸体跳舞给你看 哎呀 榜一大哥送游艇啊 哎呀 我豁出去啊 谁是你豁出去 还是我豁出去啊 谁豁出去啊 因为复活节岛那么神秘 那么美好的地方 就看 谁要看你 我要看你大石像 我要看你啊 我跟大石像 亲密接近 裸体站在石像 对 算石像底上 哎 这个行程 你说第一阶段 那后面还有呢 也已经有规划了吗 我五月底 要去亚美尼亚开会 亚美尼亚 然后第二阶段 可能就从亚美尼亚开始 嗯 然后去俄国 但当时俄国的情况 希望已经稳定下来了 俄国那么大呢 可且玩呢 嗯 可以再去哪 去非洲什么的 没去过 可以再看看 哇 这真是一个这个 环球计划哈 那你为什么第一站 会选择来希腊呢 因为我从很久以前 就想来希腊 我 嗯 我一零年的时候 就买了一张 米其林的希腊地图 嗯 每天就爱抚那地图 哎呀 就看那希腊 那些岛就想去 嗯 然后就一直没机会去 因为我们学伊朗的嘛 伊朗跟希腊 古代有很多交往 是 美国账啊 什么的 古代希腊 有很多故事 什么苏格拉底 柏拉图那一大堆 对 很有意思 嗯 大家都是受着这个 希腊文化的补育长大的 那几何 初衷不都是希腊那样玩意儿吗 阿尔法 贝塔 真是 谁成想一到希腊以后 一下就说什么 女神我来了 我就是圣斗士 往来拯救雅典娜 你这不行 你这不行 你这明显不是专业圣斗士民 哦 那应该怎么说 阿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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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干妈妈妈 就是雅典娜 由我来守护 你们全靠边站 雅典娜 由我来守护 结果我那天 心里喊着这句slogan 就上了卫城 他妈的想守护 雅典娜的人 有好几千人 都在那 全聚守护去了 对雅典娜 包一眼 你说你听出来吧 为什么这个日本 那什么外国人学者 没申请下来 你知道吗 主要那里边写 就是这玩意儿 非常有洞见 对啊 全是二十四元的东西 雅典的只能我来守护 对 怎么样 希腊怎么样 希腊市政界 是特别破 我一来希腊 就感觉像在德黑兰 哎呦 这德黑兰也没有特别破 就是削削有点破 就因为雅典这个城市 它不像欧洲其他城市一样 有一个古城部分 保留了几百年 两三百年的那种古建筑 它这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近的时代 修的 但又比较陈旧了 哦 然后又有好多涂鸦什么的 就感觉又脏又乱啊 但是无损于它那些古迹了 啊 等于说它只有一些古迹 但是也没有古城了 对对 像欧洲那些古城 都是什么十四世纪 十五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的 那都是古城 它这没有古城 它那因为太古了 是吧 时间太久了 它也留不下来啊 那东西 对对 那都两千多年前的事 对啊 不一样 但那卫城总是古的吧 卫城是古的呀 卫城是在一个山上 它是在山上的一个城堡 相当于有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跑去城堡避难 是这么个作用 嗯 但后来它已经不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就把卫城修的特别的 特别好嘛 就把那些石头都运上去 也是一个工程奇迹了 然后我今天在雅典 住在雅典考古博物馆旁边 嗯 但没小心住到了一个中东区 我昨天吃饭啊 吃了库尔德菜 然后楼下小哥是那个 伊拉克库尔德菜 叫埃尔比勒 就是库尔德首府 嗯 然后楼下卖东西的 迷尼market 迷尼市场 小哥是阿富汗巴米扬的哈扎拉人 哎呀 然后晚饭我说走远点去吃 我走了一大圈 又走进了一个阿富汗饭馆 而人上来就跟我说波斯语 那我也不含糊 我也波斯语 结果就全程波斯语 结果到最后最后 那阿富汗小哥有点 你你你哪人啊你 我说我中国人啊 他说啊 我以为你阿富汗呢 我说我脸有那么大吗 不是怕怎么说呢 就你这长相 要有阿富汗人吗 阿富汗有一种叫哈扎拉人 他们是蒙古人 当年留下的士兵的后代 就是以脸大著称 哦 哎呦 那那没问题啊你 那是比确 哎 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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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脸冠军 巴掌脸美少女 然后昨天就一天说了波斯语 比用语还多 我觉得这波斯征服雅典 已经实现了 之前你不是说 你还会说点库尔德语吗 就只会说一两句那种 什么你好先生 什么谢谢 说那也管用 但是他们压根库尔德人 那波斯语也都是看电视学的 伊拉克也不说波斯语嘛 对 但他们跟波斯的那个 或者个人有很多交往 就是走私东西都是特别顺畅 开个车就去了 所以他们都会 所以他那波斯语也跟我也半斤八两 谁也别吵呀 那段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阿富汗人 难民吗 不知道 应该就是逃出来的 然后老乡带老乡那种 就是他只不过是一个聚居区 就相当于那个唐人街华人区的那种 他就是一个中东区 这边都是阿拉伯人饭馆 阿富汗饭馆 那在这种区域里面 是不是当地的这种希腊人也不是特别多呀 希腊人也多 但是阿富汗饭馆里都是阿富汗人 库尔德饭馆都是库尔德人 就这种 这种啊 所以他也不太期待 什么中国人跑去他那吃 中国人是 他们懂那是什么呀 他那特别便宜 看着有点破 我昨天吃了一顿才瘦3欧 喝一啤酒才5欧 就有点太破了 可能一般人也不去 那你为什么要去 但其实特好 又干净又好吃 他去肯定是因为他住在这 住在这也可以去吃别的 比如你要真要去一个什么阿富汗 尝尝鲜 你得去一个高级点的 看着干净点 贵一点的 对吧 你那屋里那是空调吗 你得上哪 是空调 这边都有空调 哇塞 希腊有空调 我听说英国都没空调 对 希腊年年都356度 378度 那么热 英国是几乎没空调 因为它也不太热 已经30度到头了 你空调底下那个是暖气吗 是暖气 希腊有暖气 一模一样 你们这土鳖 我们土鳖 感觉雅典生活水平不错 有暖气片 就跟德黑兰差不多 跟德黑兰差不多 又有空调又有暖气 这不就德黑兰吗 真不错 然后我上周还去爱琴海里学了一周的翻船 在海上过了一周 就是白天出海 晚上下午五点钟回来 在港口停泊 在岸上吃饭 然后晚上在船里住 然后学怎么听喝 学当水手怎么听命令 拉缆绳 什么放毛 什么就是干活的 现在还挺好 学会干活了 对 李叔你说为什么 我们身边的人都出去航海 都被乘风破浪 我们前面刚录了一个乘风破浪的 刚刚跟郭亚迪环球航海翻船 你又跑出去翻船去了 人家环球航海 我这些小催 我连航个几里我就不错了 几里也航了你 不像我们 我看你航了有一礼拜吧 天天在那个船上 对 五天 第一天有点晕船 第二天之后就再也不晕了 就开船的时候不会晕船 但是结束航海学校之后 到了陆地上开始晕地了 晕地 坐桌子前面干活 看电脑就觉得都会都在晃 脑子里都在晃 就已经习惯海上生活了 你才几天就跟我说 习惯了海上的生活 我是水手 谢谢 叫我合格水手 我有证 老子有证 什么证 合格水有证 给我发一证 对 那天 整整还发了一个视频 被船上唱水手 本来想用船上的工放 放小伙子版的苦涩地沙 出来从脸庞地感觉 但是有点太羞耻了 没好意思提出这个要求 说的我都觉得特别羞耻 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 是吧 让我的歌声传到雅典上空 我来保卫雅典娜 多好 用歌声手牌雅典娜 守护雅典娜 而且我看张战现在 跟我们录音那房间里边 很多的房间内饰 特别熟悉 前段时间不是北京电视节 上了一堆 上了再有十几部 希腊那著名导演 就是安哲罗 他的作品 流浪艺人之类的 因为在二战之前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希腊已经非常接近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 所以他里边好多那些楼 建筑 然后那些视觉风格 都跟凡们感觉 六七十年代 七十八年代特别像 对 安哲罗普罗斯 这个名字我也懂 普罗斯是奴隶的意思 安哲罗就是天使 天使的奴隶 这样啊 因为现在有特别多人 叫这种普罗斯的结尾 对 前面是个神的名字 就是神的奴隶 前面是什么 就是谁的奴隶的意思 对 这么谦卑啊 翻译成阿拉伯 就是阿卜杜拉 阿卜杜就是奴隶 拉就是神 阿卜杜拉就是神的奴隶 这样啊 那接下来再去那 打算再玩多长时间 咱们去哪啊 接下来去 要去克里特岛 去那个米克诺斯岛 反正就去那些岛 还要去那小破岛 我本来不想去那个小破岛 就那婚纱摄影岛 叫什么圣多里尼岛 很多中国人去希腊 就去雅典 然后就去那个婚纱岛 然后拍照片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觉得自己特美 特富 我去了希腊 特文化 可不 没事 这回你去可能碰不到 什么拍婚纱的 呃 外国人也去哪拍婚纱 哦 去哪看看 然后 我们还是婚纱到 然后去那个阿波罗的出生地 提洛岛 提洛岛 然后再去波罗奔尼萨 去看那个麦西尼遗址 看奥林匹亚运动场 哎呦 看那个斯巴达 然后再去温泉棺 看马拉松 看德尔菲神谕所 再往北看亚历山大 他爹的木 就差不多了 听着都感觉像是那个旅游 那种骗人的 哎 感觉因为 听起来非常不真实 这些地方 感觉都太大了 就是啊 走入神话世界 太神了都是啊 都是神话中 就是很遥远的那种公司啊 就是可以真的去触摸 而且这些遗址都没有人 我估计 很多地儿都没人 就只有我一个人 就真的可以回到2000年 3000年前 然后我现在在每周日晚上9点 还做直播 关注我的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加入直播的方式啊 也是叫阿大西人的漫游 阿猫阿狗 达到希望 措尔反尔 跟漫游 对 这个真漫游了 对对对 基本上就在一个景点 跟那个大家先看我的小脸 微小的脸 阿富汗大脸族 微脸族 我是北京威脸族 在我这儿 你就是阿富汗大脸族了 我有一个英文名叫威脸 威脸王子 对对对 我就是微脸王子 谢谢 然后 然后就是跟大家聊聊我这一星期的游历的过程 然后呢 不用看脸 看景色 在当地那个景点 博物馆也好 遗址也好 在大家看看景 就每周都去一个地儿 每周日晚上九点 这边正好下午 今天下午就去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里头有特别精美的雕塑 还有一个宙丝像 特别漂亮 就是青铜做的 能看到那个脚踝上的血管 胳膊上的血管 全都能看清清楚楚 当然人家不穿衣服了 我拍视频 被判定为低俗 对啊 因为今天就是周日 那我们这边的今天晚上 是你那边的下午 对 正好做直播 行 那我今晚我就看见 看低俗的 看低俗的多了 你现在这公号 现在是只有微信公号是吗 还有小红书 也叫阿达希尔的漫游 所以大概这一周去这个考古博物馆 下一周就会去那个曼西尼遗址 因为我在曼西尼遗址旁边 就租了一个Airbnb 然后那个曼西尼遗址 就是当年那个叫什么 河马史诗 那特鲁伊战争里的那帮人 什么阿加门农 他们家那地儿 那你再下一周去哪 因为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下一周的那个 估计大家也看不着了 对 再下一周可能去德尔菲 德尔菲是那个神谕所 全希腊人想问阿波罗 想让他得到一些预言的时候 就去那德尔菲问个问题 然后阿波罗的那个神女 就会给你一个特别模糊的回答 你不管发生什么 都可以用那个模糊的回答去解释 所以他那个预言总是准的 我有一个问题 我还挺好奇 就是因为咱们就像你说的 一直受到希腊文化的滋养 古希腊先贤们等等这些 那你这会去希腊除了在 魏城这种古迹之外 在雅典这个城市里边待着 会有那种说我到了 我想象中的那个希腊的 想象中的雅典的感觉吗 没有没有 对那是古代了 那两千五万年前 现在的雅典的很多文化呀 饮食啊都是上成奥斯曼帝国 比如他们唱歌 也是那种隐行高更 就是拐拐的那种 然后吃的食物也有点像土耳其菜 所以能不能说就是所谓的 这种古希腊的文明已经没有了 就是他没有继续下来 就结束了 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人 每一个人的血泪当中了呀 对 但是在他的这个原产地 已经看不到太多的那种传承的东西了 就希腊这个国家这片地儿 它反而跟我们想象中 那个希腊距离没有那么近了 除了遗志之外 对对对对 他已经不是给人类文明做贡献的先锋了 对啊 已经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了 他就想扶着躺平就行了 嗯 行嘞 那那个大家如果想看张战大博士的 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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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王子啊 然后就 咱们每周日晚上可以关注他的这个公号啊 阿达西尔的漫游 就可以跟他在云上相见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张战也会像刚刚说的就是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一直在周末分享你的这个行程见闻啥的 对我希望是每周日固定时间就晚上九点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每周日都直播 嗯嗯 然后张战他前面我们提了一嘴啊 他也这边有各种主要是语言课吧 教什么古波斯语之类的 英语 对我现在在教古希腊语 但我这古希腊语也二百刀 反正大家愿意跟我学 我就教一下 不是古希腊语现在是词语言了吗 是就相当于那个春秋左传那种感觉 哦 诶 那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我又挨骂了 这有什么用啊 有时候能看懂那个柏拉图说的话呀 在云上和柏拉图对话 人家对话你能看懂啊 就是啊 你能想象一下当年那个阿基米德 从那浴缸里跑出来高喊 我我悟到了 就是你 古希腊语啊 尤雷卡尤雷卡 哇你看就现在能看到古希腊的 比如说你说柏拉图那些文献的 古希腊语的文献是吗 对对对对 碗坑蒙古一大堆啊 啊真的呀 啊就学了古希腊语 就能看真正的原版的柏拉图的那些书了 对对对 希洛多德 埃斯古洛斯 什么索夫洛斯就没完了 这都是河马史诗 直接跳过了中文英语 现代希腊语 直接看古希腊语版本 对对对 理论上是可以 我学的很好的话可以 你能吗 当然不能了 你学个屁啊 我也不会 我也得学啊 那你还教啊 我学边教啊 我艰难谋生啊 我满世界流浪 我容易吗 我也得过日子啊 坦白 你刚才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横吗 坦白跟这儿怂了 没怂啊 我劳动我光荣 我教课挣钱 我有啥不好意思呢 挺好挺好 自食其力 非常好 是 自食其力加网上乞讨 行行行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张战的 未来的这些动态啊 或者跟他学一些 不知道有用没用的 这些古希腊语 古波斯语 还是去关注他那个号 那咱们就期待啊 期待你这个一年的时间里边 能够带我们看看世界啊 因为现在我们也出不去啊 就借你的窗口看看世界了 好 我们约一个复活街导 再录一次 可以 这个好啊 咱们复活街导的直播 咱们可以直接连线 直接连线 对吧 直接连线 录出一个节目 多牛逼啊 是吧 霍总 主播都会连线 连麦 然后在连线之中 张张的互配的裸体跳舞 必须的 我从我上小学的时候 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最后实现了是这么一个东西 从小学的时候这样看 我再拖着到裸体跳舞 全可以 这梦想破灭的声音 已经呱呱呱呱到耳边响起了 我天哪 我这拖着到的梦想 谁来守护我呀 张张婷一守护 裸体一守护 对对 衣服都不穿了 好 好了好了 你放一百个心 期待期待期待 行别说了 期待期待 行行 那先落这么多 有机会下回接着闹 然后最后带了一首歌 本来节目之前 我还说 那得放一个 放什么希腊的歌 什么英国的歌 我现在觉得 要不然就放一个 什么华丽的冒险 或者放一个 圣诺室主题曲 你们说放哪个 我想无法抉择 放华丽的冒险 我还是更爱陈老师 那行 咱们把圣诺室主题曲 放在节目的片头 让大家直接听一脸懵逼 什么样的 好嘞 那最后来放一个 陈其珍陈老师的代表作 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作品 华丽的冒险 然后也祝卡师 张南大博士能够 华丽转身 华丽冒险 感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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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不清对你承诺过的一切 还有多少没有实现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愿放开手 不愿让你痛 不愿眼睁睁的看你 走出我的生活 长长的路的尽头 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 这一堂华丽的忙线 没有真实跟你陪我走 长长的时间的里程充满 太多未知的诱惑 数不尽对你承诺过的一切 还有多少没有实现过 不愿放开手 不愿让你痛 疯狂的梦没有了 不愿放开手 不愿让你痛 不愿眼睁睁的看你 倒出我的生活 不愿放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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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放开手